泰国总理巴玉日前与到访的巴林首相哈利法举行会晤 并就将即将开展的两国间商贸投资往来 与泰国农产品的出口进行磋商 泰国维温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巴玉日前亲自迎接到访的巴林首相哈利法 在随后的会晤中哈利法表示对泰国发生的内部变革 以及维温委员会接管政府权力的做法表示理解 巴林政府希望泰国维温委员会及政府能在稳定的环境下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尽管仍面临一些国家的不理解 但相信在巴玉总理的努力下会有所好转 哈利法还表示巴林政府希望能增加与泰国的商业贸易与投资规模 尤其是有意增加包括大米在内的泰国农产品进口幅度 其他方面还希望增加在旅游、医疗卫生等多领域合作 因为泰国的医疗水平与较高的医术 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 巴林位于亚洲西部为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 临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属热带沙漠气候 石油为国家的经济支柱 阿拉伯人约占60% 因此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 伊斯兰教为国教 巴林原为英国殖民地 1971年8月15号宣布独立 1933年后发现石油 并因此成为海湾地区最早开采石油的国家 现在议为海湾地区银行和金融中心 海湾地区银行和金融中心 海湾地区银行和金融中心